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还没登基 称为弘历 后来高宾在场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伴随着父亲的升迁 高氏的命运也开始起了变化 之后顺理成章 他成为了乾隆的侧附近 从奴才摇身一变主子 开称一席典半 而高氏本人似乎也挺得弘历欢心的 弘历登基位帝 成为乾隆后立刻 就给了高氏一个贵妃封号 而借他满足了他的心 愿为他加台旗 让他成了香黄旗出身 不用再被人诟病 从这里开始假如高氏能整点气 有个子嗣半身 也就高整无忧了 结果由于他自幼脊弱多病的缘故 他一直都没能有孕 而且在贵妃之位上 还没有待满十年 就进入了病入膏肓的阶段 乾隆见此很是心急 所以再度进封他为皇贵妃 希望能冲冲喜气 让他尽快痊愈 然后这并没有什么效果 两天后高氏就将香玉允了 乾隆失去爱妃 自然也是很难过的 将他的嗜好定为了会贤 当时乾隆的原配皇后复查 事业在乾隆身边 见到乾隆给高氏的嗜好特别羡慕 因此也在当场请求乾隆 希望自己死后也能获得贤的时候 后来没想到一语成诚 傅查室死后的嗜好是小贤 也算是乾隆满足了傅查室最后的心愿吧